你好,欢迎来到二月读书 今天为你解读的书是去家访 这个家访的对象不是中小学生 而是广州一所二本院校的年轻大学生 本书作者黄灯 就是这群大学生曾经的班主任 也是非虚构作品《我的二本学生》的作者 《我的二本学生》出版于2020年 是当年的现象级畅销书 他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引爆了《二本学生》这个话题 长期以来 二本学生在公共舆论场里的存在感非常低 是一个被忽视和冷落的群体 一般人关注的 永远是那些名校学生 就连小镇做题家这样的自嘲 似乎也成了名校学生专属的特权 但《我的二本学生》出版以后 人们忽然意识到 二本学生占据了中国大学生群体的半壁江山 他们的学习状况、精神状态、就业情况 更能反映中国高等教育的成败得失 需要给予额外关注 得到听书之前也解读过这本书 作者黄灯之所以会持续关注二本学生 是因为他从博士毕业起 就在广州的一所二本院校 以广东金融学院任教 前后长达十多年 交过4500多位学生 除了上课 黄灯还担任过班主任和院长 每天都在跟不同年龄、不同出身 不同个性的学生打交道 从这些学生身上 他既看到了教育对个人涵养和性情的正面塑造 又看到了应试教育在大学生身上留下的种种顽疾 还看到高等教育大众化之后 文凭贬值带来的现实挑战 可以说 二本学生这个群体 是理解中国教育乃至中国社会的重要窗口 具有反复审视的价值 不过 我的二本学生这本书 讲的主要是学生们的当下 随着和他们的接触越来越多 黄灯还想了解他们的过去 想知道他们是从怎样的来实录 一步一步踏进大学校门的 为了达成这个心愿 黄灯从2017年开始 花费五年时间 在节假日走访了20多个学生的家庭 他乘着火车、大巴、摩托车、电瓶车 去到云南腾冲、安徽淮宁、广东 豫南、阳春、东莞、潮汕等地 走进学生们的老屋和新居 参观他们曾经就读的中小学 去到他们的父母辛勤劳作的田园、茶山、车间 去感受学生的成长环境 也去体验每个家庭为孩子的教育所做的努力 通过家访 黄灯看到了学生们与课堂上截然不同的一面 产生了巨大的思想震撼 他讲自己刚开始做老师的时候 一度以为 讲台下的学生之所以没能考进更好的大学 是因为他们学习不够用功 但在多次家访以后 他逐渐认识到 自己的学生大部分来自偏远的县城和乡镇 为了考上大学 他们不但自己要一场努力 还需要整个家庭 甚至两三代人的权力托举 他们可能是整个家族 乃至全村唯一的大学生 他们曾经就读的 可能是当地最好中学的尖子班 只不过 教育资源的分布和信息的流动是不均衡的 学生们拼尽全力 也只能考上一所二本院校 即便如此 在父母眼里 子女能考上大学 依然是莫大的骄傲 是家族中从来没有人实现过的壮举 而学生们自己 在曲折的成长道路上 也积累了丰富的个体能动性 他们很少贬低自己 总是在竭尽所能 应对生活中的新挑战 为了给这些真实的故事留下记录 黄灯从他的家访经历里 选出了十二段 在2024年出版了这本《去家访》 作为我的二本学生的续篇 全书的中心人物虽然是那十二位学生 但他们的父母 祖辈 邻居 发小都有出场 三代人的回忆和讲述 串联起了中国社会 过去几十年的沧桑巨变 也再一次凸显了教育的重要性 黄灯没有试图给所有疑惑找到答案 但他有敏锐的洞察力 和出色的文字功底 记录了问题的不同侧面 不管你是一位家长 还是教育话题的关注者 你都能从这本《去家访》 讲述的故事里 延伸出更多 更深刻的思考 接下来 我就分两部分 为你解读本书的主要内容 首先 我想和你分享书里 最打动我的三个故事 它们也许和我们的 日常生活差异很大 却足够震撼人心 在第二部分里 我会从这些真实的 家访故事出发 去探究两个更大的社会议题 也就是 家庭教育与孩子成长的关系 以及教育公平 与社会流动的关系 一 三个学生的成长故事 好 我们先来听故事 2017年暑假 黄灯第一次做家访 是去云南腾冲的一个偏远的村庄 那里有绵延起伏的高黎贡山 与缅甸接壤 从广州过去要花两天两夜 黄灯在腾冲的学生叫黎彰涛 是个爱读书的小伙子 但在大学课堂上总是沉默寡言 不怎么引人注目 其实 这背后是有原因的 黎彰涛的父亲生于1970年 三个月大时就没了爸爸 被迫跟着母亲 也就是黎彰涛的奶奶 寄居在新组间的家庭里 这位父亲从小喜欢画画 很有艺术天赋 但在一贫如洗的农村重组家庭里 根本不受重视 他只读到初一 就被迫辍学 十四 最近了矿山干活 后来又去缅北当伐木工 1991 年黎张涛出生时 他的父亲只有21岁 按照当地的传统 结完婚 生完孩子 就得分家单过了 从此 黎张涛一家三口 在一处简陋的茅屋里 生活了整整 十四 年 走进黎张涛家的老茅屋 黄灯感到触目惊心 说是房子 其实就是拿几根木头 搭了个架子 顶上铺一层茅草 再用竹子 在外面编一圈篱笆 屋里只有一间厨房 一间堂屋 和一间睡房 家里的粮食没地方摆 就堆在床底下 腾冲的气候湿润多雨 粮食经常受潮发霉 但早年间 因为家境窘迫 他们根本不舍得扔 在黎张涛的记忆里 小时候家里经常吃五颜六色的米饭 长大后他才知道 那是用发霉的米煮的 这么一个贫寒的乡村少年 是怎么走出大山 考上大学的呢 黄灯发现 家庭教育非常关键 黎张涛的父亲虽然近欲坎坷 没读过多少书 却是一个坚定政治 很有耐心的人 他在绵北打工时 不仅洁身自豪 远离当地的毒品和暴力犯罪 还学会了根雕的手艺 黎张涛十几岁时 父亲回到藤冲 开了一家木雕作坊 家里的经济条件 渐渐有了改善 也搬出了茅屋 母亲则常年在家务农 一边拉扯孩子 一边砍柴 养猪 卖米线贴补家用 极有任性 在这样的成长环境下 黎张涛很早就懂事了 他不仅会帮母亲 做力所能及的家务 还跟小伙伴一起捡废品 卖冰棒 初中时 黎张涛的不少同学 选择了退学 外出打工 他自己也有点心动 这个时候 父亲主动找他 谈了一次话 告诉他 我不想你走我的老路 办事奔波 只要你想读书 还读得尽 我一定支持你 这些话 黎张涛都听进去了 他的学习成绩 一直都不错 后来也顺利考上了 黄登当时执教的 二本院校 实现了从山村 到大城市的人生突围 不过 黎张涛毕业之后 的选择 一度让黄登 有些担心 他放弃了广州的 一份银行工作 回到腾冲老家 和父亲一起 经营木工作坊 黄登有一阵 没见他 担心他过得不好 但到腾冲一看 黎张涛已经通过 互联网 把家里的生意 营销到了外地 买卖干得有声有色 大学时代 积累的眼光和技能 他是一点都没浪费 黄登也见到了 黎张涛的父亲 这个中年人依然保留着 过去的习惯 定期要和儿子喝茶谈心 用朴实的语言告诫他 不能吸毒 不能醉酒 不打麻将 不浪费时间 要好好过日子 好好谋事情 黄登感慨地说 他在广州 见过不少 城市中产家庭的父母 为了孩子的教育 操碎了心 但在黎张涛的父亲身上 他发现 许多乡村父母 同样重视教育 同样在以他们的 言传身教和陪伴 引导孩子 走上更宽广的人生道路 从世俗角度看 黎张涛从广州回到腾冲 似乎是一种后退 但他有和睦的家庭关系 有亲人的理解支持 能把大学时代 习得的知识付诸应用 这已经是一种成功了 经历了高等教育的淬炼 黎张涛的人生 会比他的父辈有更丰富的可能性 说完了黎张涛 我们再看第二个学生 他叫张正敏 是个女孩 出生于1996年 某种程度上 张正敏要比黎张涛更为不幸 黎张涛虽然家里穷 但父母是关爱他的 也很重视他的教育 童年还算幸福 但张正敏的少年时代 却是极其灰暗的 他自己讲 从小学到初中 再到高中 爸爸从来没管过我 全靠自己悟 张正敏的家乡 在广东西南部 阳春市的山区 这里距离珠三角 只有200多公里 但在上世纪 90年代 却是远近闻民的贫困村 许多男性都娶不上老婆 张正敏的父亲生于1963年 他到快30岁的时候 还是个光棍 后来 有人从越南贩卖年轻女性 到当地 张正敏的父亲 就以2800元的价格 把一个越南女子带回了家 这个越南新娘 就是张正敏的母亲 像这样被拐卖到 当地的越南新娘 一共有十几个 张正敏的小姨和婶婶都是 他告诉黄灯 父亲比母亲要大 12岁 两个人的性格 思想 语言截然不同 换作是在平时 这两个人 根本不可能组成家庭 在张正敏的印象里 父亲从年轻时起 就是一个保守 顽固的人 他以种地和开拖垃圾为生 没有太多上进心 不愿走出大山 甚至连省城都没去过 母亲因为是拐卖来的 没有中国户籍 在村里长期受人歧视 但父亲非但不护着母亲 反而和邻居一起 管自己的妻子叫越南婆 母亲曾想过要逃回越南 但看到张正敏和他的哥哥 嗷嗷待哺的样子 终究下不了狠心 他开始种橘子 砍竹头 自己攒出了一笔积蓄 2005年 9岁的张正敏 已经被母亲送到附近的镇上读书 每天在家和学校之间往返 要走两个多小时山路 母亲心疼孩子 听说镇上有人要卖旧房子 就拿出全部的家底两万块钱 把房子接了下来 这样一来 张正敏就可以留在镇上读小学和初中 有了走出大山的希望 他回忆说 至今我仍旧感激妈妈当初的决定 因为她 我才能够接触到更好的学习资源 才有今天的我 对母亲的这些决定 张正敏的父亲完全持反对态度 他不仅认为 女孩子没有必要读书 还窜斗张正敏的哥哥 初中就辍学 外出打短工 正敏的学费 父亲没有出过一分钱 都是靠母亲种橘子 卷鞭炮 洗盘子 一分一厘正出来的 到了2012年 家里又出了一件大事 村里的老屋要拆除重建 需要十几万件房款 父亲居然袖手旁观 既不出钱 也不出力 结果 张正敏那位了不起的母亲 居然做出了一个石破天惊的决定 他要一个人把新房盖起来 时隔五年 张正敏依然记得 新房的砖块 水泥 钢筋 都是母亲自己出门买的 为了节省高昂的人工费 他跟隔壁的师傅 学会了打地基 砌墙 钱用完了 母亲就去外面打几个月工 赚到了钱 回来接着盖 他没有身份证 坐不了火车和长途汽车 也进不了工厂 只能到饭店打杂 到建筑工地做小工 或者砍竹子 卷鞭炮 卖废纸 母亲就这样 一边赚钱 一边建房 硬是把新房给盖完了 等到房子封了顶 厨房升起火 母亲就跑到外地打工去了 此后很多年没有回过村里 而她打工的钱 都用来供张正敏 在阳春市读高中 直到2017年 黄灯去家访的时候 张正敏的家里 还是没有任何装修 红装和玉制板裸露在外 家图四笔 张正敏从小生活窘迫 午饭吃的都是稀饭 黄豆 花生 很少能吃上肉 周围的人对母亲的歧视 让她既难过又愤慨 她很怕失去母亲 怕母亲一走就不再回来 为了回报母亲 也为了给自己和母亲正敏 张正敏开始拼命地学习 她考上了阳春市最好的实验中学 后来高考分数超过了一本线 进入了黄灯任教的学校 在当年的小学同学里 她是唯一一个考上本科的人 黄灯记得 张正敏时常重复两句话 一句话是我一路从最农村的地方 爬到了城市 另一句是我能上大学 都是因为我妈妈 这个女孩身上 也遗传了母亲那股 永不服输的认禁 受母亲影响 张正敏性格阳光开朗 但黄灯注意到 她的内心深处依然藏着自卑 一直到张正敏上了大学 游手好闲的哥哥 还在找她借钱 千疮百孔的原生家庭 是她的难以承受之重 她就像掉进了一个无底深渊 母亲在努力把她向上托举 父亲和哥哥 却在拼命把她往下拉 她必须一路狂奔 才能摆脱下坠的命运 幸运的是 张正敏通过努力学习 逃离了原生家庭的魔咒 进入了大学校园 在黄灯老师的指导下 她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 把自己父母和哥哥的经历 全部都写了出来 在网络上流传甚广 她还回到家乡 去调研越南新娘问题 让这个隐匿的群体 能被更多人看见 张正敏的母亲 最终获得了中国国籍 而她自己在本科毕业之后 又读了研究生 最终在深圳开始了新生活 如果说 黎张涛和张正敏的父母 延续的是传统的农村道路 那么第三个家坊对象 于魏华的父母 则可视为城市化浪潮中 流动人口的样本 于魏华和张正敏同龄 是个男生 老家在广东省东部的梅州新民 他所在的村 曾是省级贫困村 当地的青壮年劳动力 大部分跑到珠三角地区务工 只有孩子和老人留守在家中 十多年前 我曾对那里的留守儿童 做过调研 发现很多屋子都是空荡荡的 缺少人气 于魏华小时候 也有过短暂的留守儿童经历 当时 他的父母去东莞闯荡 留下他和年幼的妹妹在家 由爷爷奶奶照看 东莞是著名的世界工厂 制造业发达 流动人口众多 但于魏华的父母 没有选择进场 而是在人流密集的地方 摆起了地摊 卖服装和摆货 也卖过凉皮 蔬菜 家禽 什么赚钱 就卖什么 为什么不进场呢 因为于魏华的父母 很早就操心起了孩子 他们觉得 摆摊的收入 比进场打工略高一点 而且时间相对自由 可以把两个孩子 接到身边一起生活 免得他们在乡下缺乏照料 这样的想法当然很好 但现实压力也很大 黄灯和这对父母做了交流 发现他们的日常生活 其实比进场更加紧张 天还没亮 他们就要铺开摊子 抢占有利位置 不出摊的时候 要么得去进货 要么就在城中村旁边的空地上 养点鸡鸭 种一些蔬菜 生姜 这样的日子 一过就是二十年 于魏华渐渐长大了 到了读小学的年纪 但因为没有东莞户口 他只能进民办学校读书 还要缴纳不菲的借读费 但是 父母从来没有抱怨过 一直在咬牙坚持 随着东莞城区的面积 不断扩张 房子的租金也越涨越高 于魏华一家 开始在不同的城中村之间流动 离市中心越来越远 城中村是于魏华的童年乐园 在那里 他和小伙伴们钓鱼 偷水果 挖红薯 骑单车 玩得很疯 但是 因为人口流动的速度很快 他身边的朋友 换了一茶又一茶 许多小伙伴 玩着玩着就消失了 后来他才知道 那些同龄人要么被父母 送回了乡下老家 要么早早辍学 进了工厂 要么逃脱父母的管教 沉迷于网吧和游戏厅 于魏华不属于那种老实乖巧的学生 而是富有个性和主见 因为跟着父母不断搬家 他在许多小学当过插班生 经常被同学欺负和嘲笑 但他性格要强 加上学习成绩好 面对同学的嘲笑 从来不会示弱 直接就兑回去 不过 父母还是很操心他的学业 等于魏华到了近初中的年纪 父亲一个人带着他回到老家新宁 在一所公办初中 办理了入学手续 没成想 那所学校的教学质量更差 许多学生染发 抽烟 喝酒 打架 逃课 甚至还有女生早孕 这些孩子大部分都是留守儿童 父母常年在外打工 身边无人管教 内心极度缺乏安全感 学校的老师也不太负责 上课都很敷衍 有一次 余卫华在课堂上 对老师讲的内容提出质疑 结果 老师非但不正面回应 还深意地要求他 以后不要再问任何问题 余卫华站起来表示抗议 却被同学们认为是标新利益 想出风头 从此 班上的同学开始孤立他 他也变得越来越不合群 但这样的经历 意外地强化了余卫华的独立意识 他不再追求他人的认同 学会了忍受孤独和寂寞 专注于思考自己想干的事 余卫华上的高中也不太好 升学率极低 直到高三那年 他才终于调整好状态 疯狂学习 最后考上了广东金融学院的法律系 因为习惯了独立思考 余卫华在大学入学之初 就做好了未来四年的规划 从专业能力 处事能力 执行能力等方面提升自己 他是全校图书借阅量最多的学生之一 大部分课余时间都在图书馆度过 他还积极参与社会实践 完成了多项国家级和省级研究项目 拿过大大小小的奖项 大四考研一结束 余卫华就迫不及待地 注册了一家公司 后来还跟同学合伙创业 专注于为大学生提供法律资讯服务 余卫华告诉黄灯 他这一路观察下来 改变全家人命运的关键因素 还是教育 他和妹妹因为多读了书 就比自己的父辈 有了更多的机会和可能 就算现在很穷 但始终充满希望 二 教育何以如此重要 刚刚我们讲的 是黄灯老师书里的三个家访案例 三段故事的主人公黎张涛 张正敏和余卫华 都是来自中国最普通的底层家庭 我相信 你一定能从他们的故事中 读到自己或者某位亲属 邻居同学的影子 勾起许多回忆 其实不光是我选出的这三个案例 黄灯老师书里的其他主人公 背景也非常相像 他们基本都是90后 来自县城和乡村的普通家庭 父母则是60后或者70后 这些父母 通常文化程度不高 大部分是体力劳动者 有的在家乡种地 养鱼 修车船 卖豆腐 有的去大城市当工人 甚至摆地摊 卖蔬菜 他们最期盼的 是自己的孩子 不必再过这种辛劳的生活 能在职业和收入方面 有大的提升 而教育 可能是实现这种 期盼的最重要的通道 从黄灯老师的家访故事里 可以延伸出许多重要的讨论 比如 家庭教育要如何与学校教育互补 教育产业化之后 大学生的出路何在 女性在家庭生活中的重要性 等等 但我想重点和你聊两个问题 那就是 家庭教育与孩子成长的关系 以及教育公平与社会流动的关系 这两个问题 对家庭和社会的意义 而黄灯老师的记录 可以给我们许多新的启发 先来说第一个问题 家庭教育与孩子成长的关系 近些年来 随着心理学和教育学的普及 人们越来越重视原生家庭 对个人人格和能力的影响 许多文章 书籍和课程 都在分享各种育儿经 告诉家长要如何与孩子沟通 才能引导他们形成良好的品行 正确的习惯 强大的能力 家庭教育可以说是人生最早的教育 也是相对而言最可控的教育 我们没有办法决定家庭的物质条件 没办法任意选择孩子就读的学校和认课的老师 但可以选择与孩子相处的方式 去家访这本书 用众多案例反复阐释了一个道理 那就是在家庭教育上 物质贫困并不是最可怕的 更可怕的是缺少关爱和理解 李章涛和张正敏的家庭 刚好从正反两个方面说明了这一点 李章涛小时候 家境并不富裕 他的父亲常年在外伐木 父子之间聚少离多 但是父亲非常爱他 也很尊重他的天性 鼓励他自由自在地玩耍 因此父子俩就像朋友一样亲近 无话不谈 父亲因为从小辍学 长大后吃了很多苦 因而知道读书的重要 拼了命也要供孩子上大学 与此同时 他又很尊重儿子的选择 对儿子没有不切实际的期待 他从来都不觉得 儿子在广州念了大学 就应该留在大城市 而不是回到乡下 当李章涛选择返回农村 和父亲一起经营木工作坊时 父亲是非常支持的 父子之间配合默契 一个负责产品 一个负责营销 把生意做到了全国各地 李章涛的个性也非常打官 并没有因为小时候的贫困经历 就形成自卑心理 而是培养出了勤俭节约 吃苦耐劳的品质 张正敏的父亲刚好相反 他对妻子和女儿都极其冷漠 不仅时常对越南妻子冷嘲热讽 甚至连女儿的名字都会忘记 他从来都不给女儿正向激励 反而认为女人读书无用 想让张正敏早点出去打工赚钱 好支持哥哥成家立业 所以张正敏和他的父亲之间 一直有很深的隔膜 父亲给女儿造成了巨大的精神负担 让他感到抑郁 自卑 纠结 痛苦 张正敏能顺利地考上大学 完全是靠母亲一个人的权力托举 不只是经济上支持 还有精神上的鼓舞 这才让他没有像哥哥一样破罐子破摔 而是与命运奋力搏斗 实现了人生的突围 从李张涛和张正敏的故事里 我们能看到 原生家庭是如何影响一个人的成长的 物质条件固然不可或缺 但精神上的关爱和理解显然更加重要 去家房里提到的十几对父母 文化程度都不高 他们不可能给孩子辅导作业 或者传授文化知识 但朴素的爱和关怀 也足以培养出优秀的孩子 永远不要低估孩子的生命力和可塑性 不是每个家庭都能为孩子买学区房 报培训班 上司教课 但每个父母都可以尽可能多地给孩子爱和鼓励 这才是无价之宝 说完家庭教育与孩子成长的关系 我们再来看另一个问题 那就是教育公平与社会流动的关系 毫无疑问 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的巨大进步 与教育的发展密不可分 今天 中国已经基本完成了高等教育 从精英化向大众化的转型 然而 优质的教育资源仍然是稀缺的 去家房里的十几个案例 让我们清晰地看到 底层家庭要培养出一个大学生 是何其不容易 那些二本大学生 是当之无愧的全村的骄傲 但他们的求学之路 本来可以再少一点坎坷 客观来说 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均问题 是一道世界性难题 得到听书解读过的 乡下人的悲歌 我们的孩子 反映的就是 美国教育体制中的不平等 精英在封闭的圈子里自我复制 贫穷也在代际之间无声地传递 中国不存在这种系统的不平等现象 但教育领域的马太效应 有时也会浮现 一般来讲 教育资源总是更容易 往经济发达地区倾斜 越是贫穷落后的地区 教育资源越是稀缺 但这样一来 普通人要想通过教育 实现收入和职业的改善 难度只会越来越大 在黄灯老师的记录里 我们发现 影响教育公平的暗交 在一些地区依然存在 比如 农村教育资源投入长期不足 农村学校教师素质欠佳 城市流动人口子女 无法顺利就学 等等等等 这也是中国教育体系 可以继续改进的方向 好了 关于这本去家访的主要内容 就为你介绍到这里 阅读去家访 给我最大的感受是喜忧残版 喜的是 它让我们看到 即便是最贫穷 最糟糕的家庭环境 依然有机会培育出优秀的读书种子 物质条件固然重要 但不能彻底决定一个人的命运 人的生命力和可塑性极强 只要给予适宜的阳光土壤 就能向上蓬勃生长 书中各种逆天改命的故事 让我们可以对未来的教育 有更多的信心 而我优的是 教育中的资源鸿沟 依然严峻地摆在许多人面前 那些底层家庭出身的学生 是从千军万马中杀出重围的 他们要比精英家庭的子女 付出更多的艰辛 克服更多的困难 才能站住脚跟 有一句话说得好 出身不一定决定命运 但决定了改变命运的难度 但愿未来的二本学生 能少经历一点 先天环境制造的考验 好 以上就是为你介绍的全部内容 请给我们点赞 收藏鼓励我们 你也可以把这本书 免费分享给你的朋友 恭喜你 又了解了一本书